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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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完全放了让你扔 那伯乐奇子肯定是 打得少 二打一 有犯规林志杰显示出了你的经验 说老外是让你打 给球啊 又进了兄弟 船 船 走了 再拖 漂亮 包头 哈哈 这队才能说 把这个进攻啊打出来 差点失误 又不出来了 哎呦厉害 这头了 哎呦好球 赵一号第一下假的 这不敢 你看没有 看这一圈漂亮 赵一号 哎呦难啊 真难 这赢 因为孙明辉 孙明辉的这个 好球 你看这个孙明辉 断了两个了 一点都不像MVP的球 漂亮 10秒钟你说能配合是什么 7 4 5 真是 95 就孙明辉一直在放他 一直在放他 要求你对方还没摆好 几线球机会是非常多的 反击 好球 好球 漂亮 哎这次想半球 好球啊 孙子杰打得不错这一招 对了 怕丢球 这个护球的转身啊 其实动作就已经很大了 哎呦这次可以啊 反超了 完了二打零啊 给孙子杰 他应该早给的好球 孙子杰这次是扣进了 你自己拿到 有 哇 这一点他是没问题的 他要开了啊 这今天他是第一个吧 李母航被夹死了那里头 不错 双高的好球二加一 对 他可能接球头是有可能的 好球 这是杨立一的问题 他这些都是插插的呀 再来一个 有了 哎呦 他深圳那边吧 他们的三分也不见 看这个球标 有了 太有意思了 又回航州去了呀 别说太早 说老师吧 我们看看后面还有一分25秒钟 战术布置得非常明确 这应该是犯规没问题的 嗯 这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是经验问题 现在没失误啊 再分一个 李母航 李母航 哎呦 大林医生三分机会 轻了篮板 哎呦 高度 高度决定那一场比赛的结果啊 李母航这个篮板球 让这场比赛 完全就已经没有悬念了 100比95 比赛结束 深圳队在第四战 收获了比赛胜利 把比赛大比身带到了2比2平 他们将在杭州来进行最后的决战 等会儿 就对了